今天就帶大家來參加一個由伊斯口成功配對的單位 它是位於景龍村的 有443呎 我們一起上去看看吧 啊 裝修如果遇到這些問題 不用怕 即將來伊斯口食頻道才想講那麼多配對詳情吧 一進到門口的右手邊 就會見到這個到頂的獅子櫃 因為它是中空的 所以很方便 出入門口都可以立即放置物品 而且它的高度還剛剛好 不會撞到頭 啊 還有啊 這裡還有一個座位 我們換行物的時候很方便 這個獅子櫃由超深色和超淺色的白色所組成 這兩種顏色的對比度極大 即是令到整間屋充滿立體感和時尚感 而因應護主喜歡Snoopy的關係 設計師專承設計長這個裝飾櫃 無時磨刻都可以見到自己的珍藏 在廳的左手邊 設計師都設計了這個大面積的 到頂蒸白色色面櫃 這個櫃除了可以儲物之外 還可以用來間房用的 整間屋充滿著鋼鏈的深色 和乾淨的白色 令到感覺很舒適很大方 而混濕的地磚 加了一種低調的點綴 令到整間屋馬上都不單調啦 而所建的這間房間 就用了長紅玻璃托門 再配上銅色的金屬邊框 這道門可以反射外面的陽光 這間房也延續了 用簡約的白色所造成 沒有太多的花巧 給人一種霧實的感覺 廚房最忌諱的就是水和火 放得太近造成了水火沖 不過這間廚房就非常好 是水還水 火還火 非常分明的 我非常之欣賞 設計師在造頭上面的櫃 利用了一些設計 可以追平旁邊的櫃 令整個感覺很整潔很一致 而這個位置本身也有小小小小窄 但設計師在後面的牆上 設計了一些反光的鏡面 立即令整個空間感大大提升 還有巧妙地偷了一個位置 來放洗衣機 來到房間這一邊 設計師專程把三房打通成為一房 而且因為這裡的景觀很開揚 所以設計師更換了一塊很大面積的玻璃 讓我們所有山景都可以盡收眼底 設計師專程安排了這張書桌 對著這個一望無際的山景 無論做事做得多累也好 看一看出去也會馬上舒緩 來到洗手間這一邊 設計師做了乾濕分離 而這個玻璃肉瓶 還有黑色的邊框 令整個視覺效果更加突出 洗手間加入了灰色的元素 平衡黑色和白色的對比度 觀感和諧 同時也保留和延續外面的那種鋼鏈 無色的感覺 而且這裡的灰色長身 都帶有暗暗的花紋 整個視覺效果都很豐富的 有沒有想過窗戶做一個小改造 就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令整個景觀開揚這麼多呢? 如果你也想裝修你的房子 或者想看更多不同的裝修設計案例 就記得給我們的頻道 或者去連絡我們吧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Easyhouse 會因應你的預算 以及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分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 當你選好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齊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 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house 敬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以及我們Easyhouse 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使用? 咦? 塞了嗎? 糟糕 糟糕 bases bases 那裡的玻璃膏都煮掉了 可拍得book 好 幾年 大家看到這個 什麼畫面 表面有些加密 conversions 我自己好的 的切่ 這是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